哈喽各位避震的观众们大家好呀 松下相机呢在M43画幅上默默耕耘了多年 深受广大轻便小巧相机使用者的喜爱 但是由于画幅比较小 高感和低感呢相对于其他竞品没有什么优势 为了追求画质呢 松下在年初也发布了全画幅的V单S1和SER 可能是因为一起推出的L卡口镜头不多的缘故呢 相比于佳能尼康的全画幅V单 松下这两台堪比单反的巨型V单 其实相对来说关注度并不高 不过呢作为50毫米镜头的重度爱好者呢 一起发布其中有一颗S Pro的50毫米F1.4呢 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其实我使用过很多50毫米的镜头 但是呢都不太让我满意 试码虽然解析力高但色彩不好 索尼的50毫米1.4菜丝呢 色彩虽然漂亮 但是全开光圈比较偏软 佳能RF50毫米F1.2L呢 是一颗非常有吸引力的镜头 但奈何呢 EOS R和EOS RP呢 都无法完全发挥这颗镜头的全部威力 而尼康的581.4G嘛 最终呢只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松下 这颗50毫米F1.4了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呢 在4700万高解析力的SER加持下 这颗镜头的表现如何 那为了给大家做个参考呢 一起对比的是索尼经典的A7R3 与蔡斯五超米F1.4 这套组合呢 是我之前最喜欢使用的 呦这么肉 花质怎么这个样子 价格方面呢 因为A7R3跌的比较厉害呢 相比于SER的话 便宜了七八千 而50毫米F1.4菜丝呢 也是顶级的镜头 价格要将近一万块 松下的这颗S Pro系列的50毫米F1.4呢 则直接要价一万五 不过呢 我相信通过放大的照片可以看到 贵出的这五千块钱呢 完全值得 虽然SER呢 4700万像素 比A7R3的4200万多一些 但影响成像质量呢 还主要是靠镜头的素质 蔡斯五超米F1.4这颗镜头 当时购买的时候 我跟其他的五超米的镜头相比 已经非常满意了 但是呢 跟2019年刚刚发布的 松下新S Pro系列的镜头比较下 拍出来简直就跟佳能的小谭鱼一样 松下的五十一点四呢 在全开的时候 这个解析力已经惊为天人了 无法用语言形容 不论是皮肤的纹理 还是每一根睫毛 以及眼睛中的血丝都看得清清楚楚 甚至你还能看到隐形眼镜 这样难以发现的细节 所以在全开的时候 分辨率就已经没有任何的抱怨了 如果你们追求的是最高的画质的话 我相信这颗镜头绝对是不二之选 其实我在后期处理的时候呢 会很明显的感到松下SER拍出来的照片呢 修起来更加的吃力 不仅是像素数量更多呢 由于细节很丰富 在皮肤纹路上的处理呢 就更不能太随意 保持原本的纹理的同时还要磨皮 着实是很大的挑战 不过呢 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吗 同为松下的相机呢 SER也搭载了广受好评的松下DFD对焦技术 即使挂载51.4这样重量级的镜头呢 拍摄时也可以非常迅速的对上焦 如果使用人脸识别模式的话 由于SER搭载了深度学习AI对焦算法 可以更加精准的对焦到人眼上 相比之下呢 虽然HR3呢也拥有眼控对焦 但是备射目标的刘海如果比较长的话 仍然会出现索尼相机人脸识别的经典问题 就是会对到头发上 而如果是隔着玻璃拍摄的话 HR3会义无反顾的 帮你创造一个虚化唯美的人像效果 在使用大光圈镜头拍摄人像时呢 景深都很浅 很明显的此时SER表现会更加的精准 而索尼的HR3呢可能需要临时的切换到单点对焦才可以 因为人有两只眼睛啊 在不同的拍摄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对焦的眼睛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需要左眼 有时候需要右眼 索尼的HR3呢 在切换左右眼的方式上是非常麻烦的 你需要专门设置一个按键来做这个事情 而送下的SER呢可以移动对焦光标 此时相机会判断它离左眼镜还是右眼镜 自动地帮你选择人眼 甚至你也可以通过直接点选屏幕 比HR3要方便非常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直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可以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索尼蔡斯的50 1.4的郊外呢 我一直是引以为傲的 比适马52的好很多 但通过放大照片对比呢 松下S Pro 51.4明显更胜一筹 感觉蔡斯50呢 都又有一点郊外二线性了 光圈全开拍摄的时候呢 也可以感到蔡斯的50 暗角比较重 我在后期切换两台相机所拍摄照片 来修图的时候呢 感觉到差异很明显 大光圈镜头呢 在异光拍摄的时候呢 很容易发生色散的问题 在这边的拍摄呢 你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蔡斯50所产生的滤边非常的明显 而松下的50完全没有色散现象 人像拍摄的时候呢 我大多数时间都是使用树构图 相比我已经吐槽过很多次的 索尼只能够上下翻转的屏幕 SAR提供了像富士相机一样的侧翻屏 在纵向拍摄的时候呢 低头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构图 非常的便利 而使用HR3的时候呢 如果模特跟你不在同一水平位置的话 都不太容易看清屏幕 建于索尼蔡斯51.4全开的时候呢 画质有点差 后面的照片呢 我都把两台相机的光圈收到F1.8拍摄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蔡斯的画质呢提升了一大截 但是呢 跟松下比的话 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为了在后面的拍摄呢 不弄乱两台相机的设置呢 一般情况下 我都会锁定相机操作 松下SER呢 在机身的左肩部有一个拨杆 只要轻轻一开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拨轮和触摸操作 全部锁定 HR3呢 其实也有这个功能呢 但是需要在菜单中开启 并且长按FN才可以 如果需要临时调整设置的话 显然不如物理的实体拨感方便 我们今天所拍摄的这个场景呢 是Prada的展览 所以呢 其实没有办法使用任何的LED 补光灯或者是闪光灯 在光比比较大的窗边拍摄的时候呢 就完全需要靠CMOS的动态范围来硬扛了 通过后期拉曝光降高光后呢 可以看到两台相机的表现呢都不错 阴影的部分比较干净 但是我不确定松下这块CMOS 是不是也是索尼制造的 才会有一样非常优秀的表现 但是呢 至少大家现在不用担心 这台相机的画质了 没有良好 我想起来 今天想起来 没有说 para 把这个相机可以 不是心 cer 在宅子中间过道拍摄的时候 由于没有窗户也没有灯 即使光圈开到F1.8 ISO也飙到了3200左右 很考验两台相机的高感能力 不知道是因为蔡司镜头本身的原因 还是HR3的Smos性能的原因 SER拍摄出来的表现会更好一些 而且为了降低ISO 因为两台相机都是有Smos防抖的 所以说都使用了三十分之一的慢快门 不过我个人感觉SER的防抖效果会稳很多 拍摄了多张照片 画面都是非常的扎实 而HR3拍摄多张微糊的几率就比较高 你甚至可能会看到我放出的照片都有一些糊 而且在这种暗光环境下 HR3的对焦就有点吃力了 眼控对焦直接翻车 后来是直接换成了单点对焦 但是仍然有可能对不上焦 而SER的人脸识别 也是有拉风仙的现象 但是如果你换成单点对焦的话 是可以对得上的 毕竟反差对焦相比于相位对焦 在暗光环境下 一般都会表现更好一些 其实我把索尼的相机都卖掉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静态的人像拍摄 单次对焦的表现并不好 不光是对焦反应要比其他的相机要慢一些 像这种单点的对焦 有时候还会对不上 更不要说在某些逆光的情况下 它甚至还会出现拉风箱的情况 这个确实是比较烦的 没办法 极其就这德行 这个也不行 因为它有些情况下 人脸识别可以用 有些情况下不能用 所以就很尴尬 对焦相比较烦的 不过在曝光方面的话 我认为松下SER的算法并不是特别好 为了同步两台相机的曝光 我甚至是需要针对于不同的场景 来调整SER的曝光补偿 在相同的情况下 明显可以看到原片SER曝光比较偏暗 HR3曝光比较讨喜 但是拍RAW的话 后期拉曝光其实也是无所谓的 在这边落地窗旁拍摄的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错觉 可以看得出来两台相机的曝光参数差不多 但是SER拍摄出来的照片却更暗 我后期修片的时候 需要拉一档左右的曝光 才能够达到HR3同样的水平 所以我是不是有理由怀疑 SER也跟富士的相机一样 有ISO虚标的嫌疑 SER不光是曝光比较迷啊 自动白平衡也是比较迷 看原片的话 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HR3可以获得色温更准确的照片 但是经过后期处理以后 两台相机的色彩表现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人物的肤色各方面表现都是非常的不错 是一条新鲜 爱爱爱爱呀 浪漾咱们俩是一条新鲜 好我们终于重见天日了 之前有些人总说我老是在室内或者是暗光情况下拍不能够发挥相机器材的全部能力 但是我想买大光圈镜头本身不就是为了应付一些光线比较差的拍摄环境吗 在外面拍摄的话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蔡司的50比室内的表现有好一大截 不过在细节的解析力上看得出来还是松下的51.4更有优势 我也抽空试了一下连拍 结果不用想就知道了 只有DFD反差对焦的SER 表现肯定是不如带相位对焦的17R3 如果你需要经常拍摄这种动来动去的目标的话 我是不推荐SER的 不过通过本期节目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松下SER搭配S Pro 50毫米F1.4的画质确实非常的棒 虽然很明显比HR3加蔡司这套组合贵 但是对于追求极限画质的人来说应该是非常划算 我认识了很多的商业摄影师 在尝试了SER以后想都没有想就直接换了 因为对于对焦要求没有那么高的静态的商业人像拍摄 SER是完全可以应付的 相比于HR3它又有很多的优势 比如说单次对焦速度极快 连接拍摄有高速的USB等等 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希望各位对SER感兴趣 而且钱包比较肥瘦的观众有帮助 阿布相机手册只做实拍 不瞎BB 拜拜 看isin あ u s i 你在看这房子圈 看低头看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